嗨,大家好,我是May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很高興再度見到大家 你們都知道May經營IG已經很久了 今年算是落入第五個年頭 然而令我感到很震驚的是 我還是很常收到女孩的訊息跟我說 May,重訓後腿是不是會變粗 我怕腿粗,我不想再練重訓 我的腿已經很粗了,我還要繼續嗎? 那May心裡都會OS 你是在跟我hello 你沒看到May每天都那麼辛勤的在訓練我的腿 舉著那麼大的重量在練我的卡稱 練了多年腿也不過就只是長這樣而已 那通常我都會很有耐心的去回復大家的疑問 當然有時候太忙就會,可能就不會回復 今天我終於忍不住 我覺得我一定要好好拍這次影片 從我的經驗去分享說 重訓後腿會不會變粗 以及訓練臀腿之後 這幾年來我的臀腿變化給大家看 那在影片開始前呢,我還是想要先跟大家提點一下 腿出不出很大還是取決於基因 因為脂肪的存跡以及分布跟你的基因還是有非常大的一個關聯性 所以我先跟大家稍微的講解一下 那每天生的基因大概是長什麼樣 我會說我自己天生就已經算手腳偏細 我的脂肪大多是累積在我的腹部 所以如果你去翻我的舊照 就是我還沒有認真接觸重訓人員前呢 你會發現說真的不算是一個胖的女生 我就是一個體脂偏高的一個泡芙人 也就是我穿上衣服是可以遮住我的肚子的脂肪 但是呢就是以沒有穿衣服而言 我就會覺得說我總是脂肪就是累積在腹部 還沒有接觸重訓以前我大概是51公斤 但我那時候已經覺得我自己很胖了 我的腿部不算是粗 算是偏細 但是也不夠緊實 只要我稍微多吃一點 我就會感覺我兩腿中間就快要黏起來了 2016年的時候我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節食到47公斤 那我分享這個經驗已經很多次了 就是我是透過比較極端的飲食 跟大量的有氧食 受到47公斤 那47公斤對我當時而言 算是還蠻夢想的一個體重 我的腿是細的 而且我也有腹肌 反而就是在心情上 因為我每天都很低落 因為我每天都覺得自己在挨餓 其實在體胎上面呢 我是看起來有一點駝背 沒有精神 整體而言也沒有太多的曲線 那你可以看到我的兩腿其實也是蠻細的 可是幾乎是沒有什麼臀部 一個身形乾乾扁扁的一個女生 那那時候我瘦到47公斤 我就覺得這好像也不是我想要的身形耶 所以呢我開始比較認真的接觸重量訓練 那一接觸重訓我是有一點無法自拔 那那個時候我是非常非常喜歡深蹲的一個女生 就幾乎每天去健身房 我都會想要練槓鈴的深蹲 所以我槓鈴的深蹲算是進步蠻快的 很快就可以舉到50公斤 那因為深蹲它主要是練大腿前側跟臀部肌群嘛 所以就是在一開始的新手蜜月期呢 我就已經有出場到重訓的好處 就是我的身形有蠻大的轉變 那令我意外的是即使我可以蹲到50公斤 我的腿部就很明顯的變得蠻精實 可以看到我的大腿前側的線條是相當的明顯 臀部也很明顯的稍微變翹 變得有肉起來了 所以那個時候我非常的就是感到開心 就是會在社群平台上面會想要忍不住分享 尤其是側面的曲線 會覺得自己辛苦鍛鍊出來的臀部非常的好看 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比較能夠去欣賞有線條的腿 然而當我持續的訓練槓鈴的深蹲 甚至我最重可以做到80公斤 那我卻發現說我的大腿前側與後側非常的失衡 因為那個時候我其實是一個很討厭練硬舉的女生 我也很少在做臀推 所以就是這個型雖然是偏精實 也是蠻好看的有肌肉線條的 可是其實你看我的背面跟我的側面 我的大腿後側跟臀部的肉是很明顯的少很多 那那個時候也是開始覺得 怎麼臀部好像不夠混圓 不是我想要的樣子 我覺得人就是永遠呢就是會有覺得對自己不滿足的地方 所以後來其實我自己在訓練上面做了一些調整 就是我從瘋狂練槓鈴深蹲改成 我只是去勉強的去維持我的深蹲 大概可能一週我只會做個一到兩次的槓鈴聲 然後呢我去加強練臀推跟硬舉的項目 也就是多去加強大腿後側骨二頭肌以及連結到臀部肌群的運動 那那個時候呢我也是在教練的建議之下 我做了他給我的focus在臀肌的菜單 所以槓鈴的臀推我主要還是做Smith的臀推 我一週會做個三次 那硬舉的話我一週可能也會拉個兩次 大概有到七八十公斤 然後臀推當然也是可以破百公斤 這種以特化臀肌為主的健身菜單 我發現對我來說非常的有效 因為那個時候教練也叫我不要刻意節食 那算是在冬天的增肌期吧 我吃的稍微多一點點 然後非常認真的在做教練給我的這種以臀推為主的菜單 我的臀型呢就很明顯的變得混圓有肉 那到了2019到2020年呢 我就蠻有感的就是我的上半身可能需要多多加強 所以就是你們應該也可以注意到 我開始狂練引體向上跟臀推 所以我的上半身呢變得 大家有沒有看到 上半身變得稍微寬了一點 但是你會感覺到特別的精實 會覺得就是比起過往的妹 只是注重在臀肌來得更 上半身跟下半身都很有線條 在下半身的話我就是只有走向維持 可能一週我只會做一到兩次比較大重量的腿部訓練 但是呢我會多多加強我的腿部後側 所以我也做了很多像是hamstring curl 臀推跟硬舉我還是一直有在做 然後我就發現 哇來到這一年呢我的臀肌變得更加的立體 變得更好看 所以啊很神奇的是 對於剛接觸重訓的我 我真的有感覺到說 因為狂練一些大重量的腿部 就是在你的腿部外層脂肪還沒有消除的情況下 你去增加腿部的肌肉量 真的會感覺到腿部很明顯的變粗壯 那一開始我也會覺得很不安 就是會覺得我的腿會不會就這樣子一直粗下去 當然呢就是透過一些減脂期或者是 嗯就是長期有在做飲食控制這件事情 但我指的飲食控制不是很極端的那一種 你們也知道我就是一個吃貨賤人 就是我的飲食大部分都是走比較高蛋白質 蠻高比例的蔬菜 澱粉我是會適當的吃 但是我能去減少精緻的甜食 我就會盡量的去減少 大概就是走一個長年去做肌力訓練 跟飲食有注意的一個情況下 我的腿部竟然變得越來越精實 我不敢說我的腿細 我覺得那個也不是我現在所追求的 如果是以那種台灣女生的眼光而言 我的腿應該還是算是粗的 但我會說我現在的腿變得相當的勻稱 而且帶有蠻好看的肌肉線條 就是大腿前側大腿後側 跟連結到臀部肌褲那一塊 就是都變得相當的立體啊 讚 那接下來呢跟大家分享一些 可能大部分的女生會有的迷思 第一個我很常問到的就是 多按摩身長腿就可以瘦腿嗎 瘦不瘦呢 主要還是取決於脂肪的累積 以及你天生的基因 通常體脂高的人 腿部就會比較有較高比例的脂肪 但是也有些人就是明明是一個高體脂的人 但是腿就細 那我會說他的脂肪呢可能藏在別處 可能在上半身啊或者是主要藏在腹部等等的 脂肪的囤積呢就真的你還是不太能去改變你的基因 那有些人體脂相較比較低 可是腿部就明顯的有肉很多 那你可以從後天改變的就是 再稍微的去降低你的體脂 因為呢如果你全身的脂肪減少 你的腿部的脂肪自然而然的也會減少 那當然呢你也可以搭配一些按摩啊伸展的運動 那老實說呢我真的不是一個很常非常勤勞在按摩腿部的人 因為我知道有些女生是每天可能會花很多時間一直在按摩雙腿 這個我自己也要多加去檢討 因為我覺得按摩它可以帶來的一個好處 就不只是在於說能不能讓腿部變細這件事情 我覺得它可以去增加你的活動度啊 也可以去加速一些代謝循環 所以啊我也蠻鼓勵大家 玩完之後可以多做一些伸展 然而我個人真的覺得 按摩能夠達到的瘦腿的效果非常的有限 那我覺得有些影片呢就是會誇大他們的標題 哦做什麼運動啊你的腿就可以少幾吋的那一種 我覺得那種影片呢真的是有點誇大其次 我反而比較會建議呢大家在伸展出外 第一個飲食控制 飲食永遠是最重要的好嗎 多去增加你的蛋白質跟蔬菜的比例 然後盡量遠離一些高糖或者是太過精緻的食物 第二比起單純的低強度有氧運動 會建議多做肌力的訓練 比起低強度的有氧 可以更有效的去消耗卡路里 跟去鍛鍊到全身的肌肉 加速身體的代謝 訓練出來的腿部也會更加的精實好看 第二個我很常被問到的就是妹 能不能教大家做大腿內側的訓練 我知道現在有很多youtuber呢 就是會出那些影片呢 教大家做大腿內側的訓練 說你可以做喔側腸的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你的大腿內側的脂肪就會神奇的消失 那我的看法是 我真的不太信這一套欸 我覺得與其去做那些沒來由的花招的訓練 還不如就是好好的focus在那一些 在科學上面被證實最有效的動作 像在我自己的居家運動呢 我一定會把基本動作排在第一的優先順序 穿插一些多角度的刺激小肌群的訓練 我會覺得那是一個比較完整 跟在科學上面比較有效的訓練安排 那我覺得總之呢 運動真的是其次 如果你真的想要去減少你的腿部的維度 飲食控制會比起做運動來的有效很多 有些人甚至不太做運動 透過飲食控制就可以達到讓腿變細的一個效果 那我自己呢 因為妹就是一個賤人嘛 我都要欣賞肌肉曲線 所以我還是會建議大家去多做一些主力訓練啊 肌力訓練 才會讓腿部呢比較有肌肉線 比較juicy 比較好看 那第三個問題是 那妹你有沒有什麼可以比較最大化 臀肌的動作可以教學 因為我知道很多女生呢 補片而言還是不希望自己的腿部變太粗 但是又希望自己可以有一個比較翹 比較圓挺的一個臀部 那我自己最建議的動作第一名就是臀腿 臀腿是在所有的下肢動作裡面被證實 刺激到最多臀肌的一個有效的動作 所以無論是做槓鈴的臀腿 啞鈴的臀腿 史密斯的臀腿 單腳的臀腿 各種臀腿 我都覺得非常的棒 大家可以多做臀腿這個運動 第二個的話就是深蹲 那比起就是槓鈴深蹲 我覺得大家可以多加上一條阻力帶 或者是做史密斯的深蹲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去健身房的話 在家做一些帶有阻力的啞鈴深蹲 也是一個很棒的動作 再來就是羅馬尼亞硬舉 那我在健身房呢 我是一個蠻常做槓鈴硬舉的一個女生 但是羅馬尼亞硬舉是會更加的針對到我們的臀肌 羅馬尼亞硬舉呢 比起傳統的硬舉是不會落地的 所以它可以就是持續不斷的去刺激到你的臀部肌群 有各種跨部的就是 你們有跟過我的訓練的話 就會發現我超級愛做各種lunch啊 lunch的variation啊 因為啊有時候單腳的訓練比起雙腿的訓練 它可以更加的刺激 更加的活化你的肌肉 我會蠻建議在你的深蹲跟硬舉的訓練中間 多去穿插一些單腳的訓練 可以讓你的訓練更加的完整有效 那以前的妹呢也是跟大家一樣追求大腿縫啊 追求那種細到不行的那種竹籤腳 那我現在反而喜歡小麥色 喜歡結實跟有肌肉線條的那種腿 有時候我在街上就是看到哇一面走來 很明顯是那種有經過鍛鍊的女生的那種腿 不是那種細腿沒有在運動的腿 而是那種很明顯就是哇喜歡戶外運動 或者是明顯就是有去健身房認真鍛鍊的女生的腿 我都會覺得喔好好看喔 跟我是同款人的那種 雖然我覺得人的生美觀是會變的 可能也是在大學之後有在美國待過 跟有去歐洲的國家旅遊過 我就發現說哇就是洞西方的審美觀真的是有很大的差異 我不知道為什麼亞洲的女生非常的追求細腿這件事情 但是當然我個人還是有時候會被這種根深底部的這種想法影響 有時候也會覺得說阿我不想要腿那麼粗 我可以理解很多女生會覺得 唉呦我才不想要腿練那麼粗 我不喜歡那麼粗重的腿 但是阿當你真的 你真的有實際在鍛鍊之後 你會發現把腿練出真的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情 你會開始變得能夠去欣賞自己辛苦鍛鍊出的結果 我知道那個是得來不易的美的一個曲線阿 在比較早接觸健身的時期 心情難免會被影響 會覺得說阿我是不是真的該停止訓練了呢 別人的看法那就是別人的看法 你愛的生活你想要過什麼樣子的你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阿最後我還是想要在影片呼籲說 女生們把腿練出真的不是那麼一件容易的事情好嗎 沒練了那麼多年腿就是長這樣了 腿會不會出呢大部分還是來自於呢 腿部外層所包覆的脂肪阿 如果你覺得我的腿部線條練得滿好看的話 會覺得謝謝你的賞識 但是追求戲並不是我的本意 我就是一直努力的鍛鍊下去 跟依循我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跟我熱愛的生活的一個結果而已 如果你喜歡妹自己的分享的話 幫我按個讚並且分享出去吧 我們下次再見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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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luse 好 如果 有 我們 好 壹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